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 我们要带您深入探索一个隐藏在菲茨罗伊北区的家 这里的白色围栏下却隐藏着一个让感官过在的室内设计 这栋古典的维多利亚十七木屋外表平凡 但一旦走进去 您将会被悉尼YSG Studio设计的独特空间惊艳到 设计师亚斯敏 哥尼姆巧妙地融合了埃及和丹麦的文化元素 创造出一个多层次的美学空间 打破了传统的白墙和米色地毯 从新建的中东风情一直到精致的彩色玻璃窗 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讲述着文化与空间的故事 而在机场方面 我们也接到不少旅客的来信 分享他们在悉尼机场的混乱经历 令人不禁反思我们的边境管理 而在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 警方在悉尼查获了一个跨国毒品实验室 涉及可卡因 突击步枪及大量现金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的犯罪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街区中 一座白色围栏环抱的古典木屋 静默地立于飞瓷罗伊北区 外观上 它与周遭的建筑毫无二致 典雅的装饰和纯白色的围栏洋 洋溢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魅力 可当你踏入这座雅致的住宅 迎面而来的是一场感官的盛宴 一切都因悉尼的YSG Studio的设计而活灵活现 摒弃一成不变的白墙和米色地毯 这里的每一寸设计都冲击着感官 交织出一个令人惊叹的空间 这个家庭的需求相当独特 因为他们的背景复杂多样 室内设计师亚斯敏·戈尼姆·戈尼姆 Yasmine Goniim透露 他是YSG Studio的负责人 这家设计公司的灵魂人物戈尼姆 拥有一半埃及血统 与客户的背景如出一辙 这促成了设计上的共鸣 他的灵感来自于著名埃及建筑师 哈桑·法提·哈桑·菲利 他的泥土建筑风格为这座房子 注入了中东的风情 这座住宅在90年代进行过扩建 但却因光线不足显得阴暗闭塞 这促使戈尼姆做出大胆的改造决定 他彻底拆除了过去的扩建部分 重新打造出一个充满中东风情的新空间 灰泥色的麻混凝土墙壁 结合了石灰和木屑的材料 使得整个房子显得更有杀质的质感 每一面墙壁都成为一幅画 将埃及的土色风光和丹麦的简约巧妙融合 浓烈的色彩与光影 在这座房子中交错 彩色玻璃窗和波斯地毯 成为空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与原有的维多利亚木屋相得一张 瓷砖从地板蔓延到墙面 细致的壁砖为每个房间增添了丰富的视觉层次 这里不是为那些寻求简洁白色空间的人准备的 而是为热爱多层次美学 追求意想不到风格的人而设计的 而在悉尼机场却是另一番光景 旅客们如潮水般涌入 分享着他们在抵达时所遭遇的混乱 当旅客不出飞机迎接他们的不是亲人的笑脸 而是漫长的等待和混乱的场景 就像在星期六的清晨 当我抵达悉尼机场 等待的队伍无处不在 让人无从下手 一位来自北京的旅客 在等待中不得不面对航空公司系统故障带来的麻烦 这让他的旅程变得不堪重负 而另一位难度拉斯的旅客 则借由分享家族旅行的历史 试图在混乱中寻找一丝慰藉 他们的经历让我们思考 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或许旅行不仅是抵达某个地点 更是与他人分享故事的过程 在悉尼的另一端 警方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突击行动 揭开了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阴谋 这个集团利用化学实验室 想诠释分发着大量的毒品 并且武装到牙齿 拥有军事风格的武器 这场行动揭示了悉尼地下世界的冰山一角 让人不孩而立 调查是由边境执法官员的警告开始的 随着一名墨西哥哥伦比亚男子的抵达 警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 突击队的行动揭示了一个庞大的毒品生产网络 从现场查获的毒品和武器中 显示出犯罪集团的胆大妄卫 这场大规模的行动 不仅阻止了毒品的流通 更是遏制了暴力的蔓延 在一个社会中 黑暗与光明常常并存 在这座充满维多利亚魅力的木屋中 设计带来的是心灵的洗涤和感官的享受 而在悉尼的机场和地下世界 则是另一种现实的缩影 无论是机场的混乱 住宅的奢华 还是警方的突击行动 这些故事交织出了一个城市的多元面貌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论是旅行还是生活 每一位旅客都能拥有一段美好的旅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飞茨罗伊北区的古典维多利亚十七木屋 以其外部典雅的白色围栏 和室内的感官过载设计而筑成 由悉尼的YSG Studio进行的改造 这所房子内部 已转变为一个充满中东风情 且高度定制的空间 设计师亚斯敏·戈尼姆·耶斯曼·戈尼姆 在这次设计中 融合了他和客户的埃及 澳大利亚及丹麦文化 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空间 房屋的原有部分 在1990年代曾扩建 但其设计未能充分考量自然光的导入 导致客厅和餐厅昏暗且封闭 戈尼姆为此拆除了旧有扩建部分 并加入了一个中东风格的新结构 这一新意 设有一个宽敞的凸窗 和为家庭定制的早餐角落 墙壁选用了灰泥色的麻混凝土 灵感来自埃及建筑师 哈桑·法提·哈桑·菲利 等泥土建筑风格 同时也融入了中东元素 如彩色玻璃窗和波斯地毯 室内设计师 在地板和墙面 使用了大量的瓷砖 并利用精致的壁砖 增添空间深度 设计中混合了纳尼 马基纳 Nemi Markina设计的地毯 和内部设计的亚麻窗帘 增强了室内的层次感 和视觉吸引力 此外 设计中也包含丹麦设计元素 如阿尔内 雅各布森 Arne Jacobson的餐椅 和路易斯 保尔森 Louis Paulson的灯具 厨房的设计 结合了木材和绿松石石英岩 成为新意的核心 并通过彩色玻璃窗 和瓷砖地板的光线和色彩 增强了空间的活力 孩子们的浴室 使用了与深浴缸相同的 绿松石石英岩 让人联想到哈曼石浴室的设计 这座房子 最终获得了三间卧室 独立书房 和两个客厅的配置 满足四季需求 设计中 使用了15种不同款式的灯具 融合了多种文化遗产 并开创了一个 能够回应文化 和自然景观的居住环境 悉尼机场的混乱情况 吸引了旅客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Uber排队问题 引发了大量的投诉 在国际抵达时 经历的排队和等待时间 让旅客感到沮丧 与其他国家的高效流程 形成鲜明对比 旅客在分享各自的经历时 反映出对机场效率低下 和航空公司服务问题的不满 一名来自北京的旅客 在土耳其航空的系统故障中 遭遇了预定问题 而另一位旅客 则分享了他的家庭旅行历史 这些故事揭示了旅行的挑战和回忆 在机场的另一角落 一位旅客因身材矮小 而在行李转盘前遭遇视线遮挡 这些细节反映了旅行过程中的 各种细微问题 在悉尼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AFP 与新南威尔士州警方 联手打击跨国犯罪 挫败了一个毒品实验室网络 该网络涉及到 数百公斤的假基本饼案和可卡因 并配备了军事风格的武器 该行动逮捕了四名嫌疑人 并查获了大量毒品 武器和现金 阻止了大量非法物质流入市场 警方的成功行动 强调了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性 并展示了执法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 和联邦警察的行动 显示了对抗毒品生产和贩运的决心 在保护社区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这个室内设计确实令人惊叹 它打破了传统的维多利亚风格 并融入了多元文化的元素 这种创新不仅展示了设计师的才华 也让房屋更具个性化 每个房间都充满了故事 这正是现代设计的魅力所在 但这样的设计可能会让人感到过于繁杂和压迫 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接受如此多元 且色彩缤纷的空间 传统的维多利亚风格本身就很有魅力 为什么要去摒弃它 有时候 简约和历史的保留反而更能让人安心 设计的多样性恰恰展示了文化的交融与创新 正如哈桑法提的泥土建筑一样 这种设计不仅仅是美学的表达 也是对不同文化遗产的尊重与融合 这让每个居住空间都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 然而 过于复杂的设计往往带来维护上的困难和成本增加 那些瓷砖 彩色玻璃窗和定制家具 日后的维护和清洁都不容易 对于一些业主来说 这可能会变成一个持续的负担 而不是一个享受的生活空间 确实 复杂的设计可能需要更多的维护 但这同时也是价值的体现 就如同一幅精美的艺术品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这种多层次的美学空间 不仅仅是住的地方 而是一个述说故事的场所 值得付出额外的努力去维护 但问题是 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和精力 去维持这样一个艺术品般的家 对大多数人而言 实用性才是最重要的 即使再美的设计 如果不能适应日常生活 那它就失去了意义 终究 家还是应该以舒适和便利为优先考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菲茨罗伊北区的这幢 看似普通的维多利亚式房子 实际上是一个感官盛宴 由YSG Studio设计的室内 令人眼花缭乱地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 将埃及 中东和丹麦风格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设计师雅思敏 哥尼姆对细节的把控令人赞叹 这栋房子不仅仅是居住空间 更像是一场文化交融的艺术展 从彩色玻璃窗到波斯地毯 再到丹麦设计的椅子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故事与历史 这种设计风格对于那些寻求独特美学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场视觉盛宴 让人们在家中就能感受到环游世界的情怀 然而 悉尼机场的混乱场景 却让旅客们显现出不同的感受 从漫长的排队到混乱的Uber后车区 这些问题让人不禁怀疑澳大利亚机场的效率 相比之下 美国的机场流程似乎简化得多 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使得安检更加快捷 这不仅让我们反思澳大利亚机场的运作方式 也让我们质疑边境部队和政府 是否能在未来有所改进 旅客们的故事不仅是抱怨 更是对未来旅行体验改善的期盼 而在悉尼的警察行动中 一个惊人的毒品犯罪网络被揭露 这个跨国犯罪集团在悉尼设立毒品实验室 随着警方的突击行动 数百公斤的毒品和武器被查获 这让人不禁想起犯罪背后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尤其是这些犯罪集团不考虑其行为对社区造成的破坏 这次行动强调了执法机构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的重要性 也提醒我们 面对如此庞大的威胁 国际合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 从菲茨罗伊北区的设计奇观到悉尼机场的混乱 以及最后的毒品犯罪集团被取缔 这些事件都揭示了悉尼这座城市的多面性 它是一个充满文化交融的艺术之地 也是一个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和打击犯罪的地方 每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画面 让我们明白在美丽与挑战并存的城市中 我们该如何去创造更好的未来 希望这些故事能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让它在未来能够更加繁荣和谐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霜 而犯你